2013年的8月份就前一段时间 无锡警方抓获了一个招工诈骗团伙 这个团伙非常有意思 分工很明确 用各种方法各种理由向求职者收钱财 甚至还想出了雇用专门挨打的演员 演给那些求职者看 吓唬他们让他们听话 警方根据线索对这个诈骗团伙进行了跟踪 这间两辆面包车载着十多名求职者 来到无锡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 随后一名求职者突然被几名男子拽下车拳打脚踢 打完之后几名男子准备向车上其他求职者收钱 被尊锁在一旁的民警逮了个正招 中间有个演员 演了一场戏 然后就是说我们公司的几个人骂 然后就是说揍了一顿 嫌疑人马某交代 被打的男子刘某是他们花钱雇来的演员 混在求职者队伍里 他的任务就是专门挨打 每挨一次打挣200块钱 今年4月 马某和王某两人合伙在无锡注册了一家中介公司 并在网络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 吸引那些刚毕业的学生应聘求职 他们谎称能够帮他们安排到像无锡的一气吸柴博士公司这样的大公司去工作 然后就是要收取制作一些那个假的证件啊 就业推荐表等等这样的材料的话 收取了50元的资料费 然后还问他们收取了那个350元的就业保证金 求职者一旦报名公司就有专人借口安排体检将他们带到偏僻的地方 然后上演开头打人的一幕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让求职者们乖乖的再交250元培训费 另一方面使得这些求职者心生恐惧 即使给他们介绍的工作不理想也不敢随便报警 从2013年4月到7月已经有26名求职者被骗 涉案金额5万多元 目前8名嫌疑人已经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就算了